国立台湾大学学术类杰出校友 魔界泰斗 林念之 林念之院士1954年 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化学工程系 随后复及美国深造 1954年 1957年获得维恩中立大学化工术士 1963年 史蒂文斯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林念士的博士论文 是全球化工界中 第一篇以高压下气体渗透高分子膜 为主题的研究著作 成功地解决了 当时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中的技术瓶颈 林念士从此展露头角 获得学术圈的注目 我觉得我们的家 可以真正说是一个台大人的家 因为不单是我自己在台大毕业 我的弟弟妹妹也都是在台大毕业 当然我父亲 我已经说过是台大教授 他记得我们住在一个日本式的房子里面 那也是台大给我们的 我一直感觉到很骄傲 我们是一个台大人的家 早期在美国Axon石油公司担任科研工作多年 后在UOP与Honeywell公司任研究所所长 随后创建美国恩里化学技术公司 是美国国家工程院 中国科学院 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三院的院士 李念之博士是磨科学的奠基者之一 液体磨技术的发明人 他对分离与进化科学及技术 特别是用来做水处理的 磨织科学与技术领域 有卓越的贡献 以化学工业与炼油工业 具有丰富的40年的科研经验 获得美国化工学会之最高奖 Founders奖 国际化工学会之终身成就奖 以及美国化学工业界之最高荣誉 破金奖章 首先希望在求学的台大 地位们能够立下远大的思想 第二点希望他们立志追求卓越 然后他们中间有些人要进研究院 我希望他们能够考虑到国外来念研究院 因为我们说的走千里路 可以增广远界 最后我想说的是希望台大球学地面们 你们应该感觉到非常骄傲 能够在这么好的一个大学念书求学 谢谢大家 如今液体薄膜技术 已经广泛应用于医疗 石油化工 海水淡化 水污染等各项领域 对人类生活有深远影响 实有赖于离院士当年 滋滋酷酷的学术研究成果 对请不吝点资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